收看時事評論 澳洲諾伊解讀者網站5月25日發表標題為 澳洲步入西方民主制度的後政黨時代的文章 作者是薩姆·羅格文 文章認為近年來多過西方國家的選舉進程 以及結果顯示西式民主政治已經步入了後政黨時代 其核心變化是主要的政黨和公眾互相疏遠 並因此持續萎縮和走向衰落 未來大黨就要習慣以微約多數或者少數黨的地位執政 文章提到在2016年的澳洲聯邦選舉當中 工黨和自由黨的首選票數創下歷史新低 而將獨立或者小黨放在選票首位的選民人數則創下新高 前工黨領袖比茲莉當時認為隨著這些趨勢有望持續下去 澳洲可能只需要兩次選舉就會出現特朗普式的混亂 兩次選舉之後比茲莉的判斷似乎應驗了一半 上星期六選舉政治肯定是被打亂了 但不是被特朗普式的人物打亂 相反看到一個鬆散的職業女性群體的崛起 他們被稱為藍綠色獨立人士 但澳洲是怎樣走到現在這一步呢 現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變化是大黨衰落 包括澳洲在內也是這樣 傳統的中右翼和中左翼政黨的建立 是為了代表那些龐大的立場一貫的社會經濟團體 尤其是工會工人、企業和各種宗教團體 但是令到這些政黨得以蠟燭的經濟社會模式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發生了改變 現在已經基本上消失了 造成這個結果的因素 主要包括有新自由主義、去工業化 旅權主義、勞動力轉向臨時工 有組織宗教的衰落、工會的衰落等等 文章指出作為應對 大黨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 他們不再代表特定的社會經濟團體 轉而變成了大集會 而且他們現在的發展並不需要大批黨員競選活動 由勞動密集營轉向資本密集營 工作重點也從吸引黨員轉向吸引金主 這就是羅格文在2019年出版的 《我們的脫歐進程》中所說的空心化 公眾疏遠主要政黨 大黨的應對方式就是疏遠公眾 政治不再是群眾運動的表現形式 而是成了一小撮專業人士的職責 作者認為這樣的大黨生存模式存在明顯的局限性 他說你不可以無限榨乾選民和黨員 英國脫歐 歐物、歐洲民粹主義興起 馬克龍上台和特朗普執政 都是這種模式步入極限的明顯跡象 這裏有一個關鍵的點就是 對大黨統治地位的干擾並非一定來自於極右翼 或者是極左翼 只需要來自現有大黨以外就可以了 從臨時計票結果來看 工黨和聯盟黨的首選票數 延續了比茲尼早在2016年就發現的系統性下滑趨勢 這種趨勢其實是開始於上世紀80年代 只有32%的澳洲人將首選票投給了澳洲工黨 正如澳洲廣播公司主播安德魯普羅賓所說 這個結果在其他時候足以引迫法有關工黨生存危機的討論 聯盟黨也倒退到初選票數35% 對於獨立黨和小黨來說 這個數字現在已經上升到33% 讀者指出 這個基本上是一種三分的格局 但是請不要誤以為 這個變化標誌著澳洲政局出現了第三股勢力 有自由黨人士在競選活動中沮喪地表示 儘管共享標籤和金主 但是藍綠色候選人都拒絕標榜自己屬於一個事實上的政黨 西方政治已經佈入了後政黨時代 政治運動和魅力超群的獨立人士 會在慷慨的資金和優秀競選活動的支持下 迅速崛起和衰落 他們並沒有固定的社會經濟基礎 最後文章總結 在這樣的後政黨時代環境當中 大黨的前景會如何呢 首先大黨將繼續萎縮 其次大黨需要習慣以微約多數或少數黨的地位執政 新趨勢同樣意味著澳洲政府的權威性將持續下滑 這個一定程度上源於大黨得票數下降 但亦都是空心化的作用 公眾不再參與政治 無論參與的形式是加入政黨還是加入工會 教會或者諸業組織 公眾從而旁觀政治甚至完全無視官方政治 只在選舉的時候加入其中 西方民主的政治空心化趨勢 已經產生了極端的後果 澳洲恐怕也不能夠行臉 俄羅斯《觀點報》網站5月25日發表標題為 《匈牙利要為烏克蘭瓦解》作準備的文章 作者是俄羅斯財經大學副教授 格鬱爾格米爾紮陽文章認為 《匈牙利是目前唯一可以有效抵制新一波 反對俄制裁的歐盟國家 他近日宣布實行緊急狀態 這個當然與烏克蘭有關 眾人紛紛指責總理歐爾班企圖穿權 但實際上這個做法有著更加理直氣壯的動機 文章提到24日 《匈牙利議會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 擴大了實行緊急狀態的基礎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當日表示 烏克蘭戰士對匈牙利構成了持續的威脅 不單止危及人生安全 也危及匈牙利經濟和普通家庭的能源和金融安全 他說 烏克蘭戰爭和布魯塞爾的制裁 導致巨大的經濟震盪和物價上升 世界處於經濟危機的邊緣 根據憲法賦予的權力 根據憲法賦予的權力 匈牙利政府宣布由25日 零時起進入戰時緊急狀態 正如疫情期間實行的緊急狀態一樣 這個將使政府能夠立即作出反應 以一切可能的手段 保護匈牙利和匈牙利的國民 25日開始實施的緊急狀態 允許歐爾班繞過議會作出決定 他的執政聯盟在立法機關擁有憲法多數地位 但是通過法案仍要需要走程序 不過目前只要按照緊急狀態法 總理歐爾班就可以發放有效期長達15日的指令 之後議會有權延長或者不延長這項指令 不過考慮到總理所在黨派和執政夥伴 在議會佔據三分之二的席位 議會不延長指令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當然對歐爾班濫權、串權、破壞權利和自由的指責 立即就出現了 一些西方媒體就說 匈牙利專制領導人將烏克蘭戰爭作為 奪取更大權力的藉口 但是總理歐爾班並沒有將這些話放在心上 歐爾班就說 我們不應該被憤怒的尖叫 說我們不合時而止控或是把我們當成麻煩製造者的態度而嚇倒 事實上如果沒有這些聲音那就奇怪了 請注意任何按照對手遊戲規則行事的人都注定是失敗的 俄國立 俄羅斯國立人民大學副教授 雅貴姆特魯哈喬夫就說 事實上實行緊急狀態就是歐爾班不按遊戲規則行事的表現 而他這樣做明顯是為了應對匈牙利安全 受到威脅和他個人權力受到外部挑戰 還有烏克蘭難民潮燃料問題 歐盟和北約壓力 還有一些和 外卡爾巴軒州相關等問題 在目前情況下 他都幾乎是沒得選擇 文章又提到緊急狀態 將有助於總理在越演越烈的經濟危機期間 掌控局勢 通脹加劇 預算問題生活水平下降 這一切都勢必會引起百姓的不滿 國內政敵蠢蠢欲動 布魯塞爾在這個時候 自然就會透過預算手段 試圖取消對匈牙利的補貼和其他渠道 對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推波助瀾 歐盟委員會明白 需要將歐爾班開刀以敬效油 事實上 歐爾班已經破壞了第六輪對俄制裁計劃 匈牙利聲明 不會支持對俄石油金運 請歐洲夥伴避免醜聞 不要將在召開的歐盟峰會上 將此時提上議程 歐爾班說 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 在領導人層面討論一男子制裁將識得其反 這個只會突顯歐盟的內部分歧 而且不會有任何可能性消除這些分歧 歐盟委員會 想為放棄俄羅斯能源進程 斥資近三千億歐元 但首先這筆錢不是從上層 而是由歐洲納粹人的口袋裡拿出來的 其次 這筆資金的百萬之九十以上 都將用於發展綠色能源 簡而言之就是 工國內基金和初創企業揮霍 而他們的電力不僅是成本公安還不可靠 在布特佩斯政府看來 為了不再依賴俄羅斯能源要適應新形勢 例如改造汽油基礎設施等等 所撥付的款項簡直是微不足道 而應匈牙利的要求 只是為同意放棄俄羅斯石油 就要支付150億至180億歐元 而歐爾班又令比利時進退兩難 如果給匈牙利錢 其他歐盟國家亦都會提出同樣的要求 如果不給就不會有禁運 不排除歐洲官僚試圖 透過推翻歐爾班擺脫這個困境 所以 匈牙利總理唯有透過宣布國家 進入緊急狀態而進行自衛 文章最後認為 緊急狀態可能會持續很久 因為歐爾班說過 對歐洲而言 這個十年將是危險、無助和戰爭的時代 同時 得益於緊急狀態 歐爾班不僅可以保護國家和自身免受威脅 還可以捉住歷史機遇 有人估計 他不僅可能 而且是必定將歷增奪回匈牙利的歷史領土 埃卡爾巴 埃卡爾巴牽舟 至今仍然有很多空族人 聚居系那裡 因此他必須要允許他迅速決策的特權 因為機會 很可能轉迅即逝 今天的時事評論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